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罢市罢工罢课 请看 可以请明天整个香港为之震撼 这是被封为这个学民女神 香港众志 这个周婷小姐 她呼吁台湾人不要相信一国两制 美国最有权威报纸 华盛顿邮报说 香港自治面临的致命的一级 为什么 如果没有言论 学术 知识 媒体 各种表达的自由 那就窒息了 不是窒息了吗 就把一条脖子扔住 这一拉 你就 绞刑了 香港人害怕这个东西 周婷教授 你做一位研究法律 研究 你也研究过德国基本法 你也研究过行法民法 研究本体论 人权论 你怎么看 即将进行的明天 香港总罢工罢市罢课 为什么 请 各位观众 其实这个香港 它有基本法 可是它跟德国基本法不太一样 它的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下的一个基本法 那要送到北京去人大审查 那这个香港这个发生 这个103万人的港人走上这个街头 那这个其实已经占香港人口的七分之一 那再加上很多人在家里 所以这个是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问题 这个香港的问题 其实台湾在2020年要大险 以前1996的时候 是用灰弹危机 其实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 帮台湾人 某个政党住险 那今年 这个香港的问题 也会帮台湾住险 另外一个问题点 就是六四的天安门 在1989年 刚好过了30年 那香港1997 今年是所谓的22年 那这个问题 其实全世界 任何地方都会产生联动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 其实有些观念 要真的要转变 所以我们知道 是今日香港会不会变成明日台湾 还是今日香港 跟明日台湾没有关联 那其实在台湾有蛮多的一些危机 那我们知道 其实这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台湾有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就是主张民主 为全 让这个所谓的司法 透过公开 让外面来审查 另外一个就是 就守规矩 按照规矩 那另外一个就是 称大 自己就是说 只要我老大 我什么都可以 所以什么政治呢 可以零分 某个地方一百分 这个东西 其实就我们在讲就是所谓的本体论跟辩证论 台湾老百姓呢 其实有些人很机灵 很聪明 但是我们下几个例子来讲 这些人想要称霸天下 所有天下都是他的 这霸臣主义 就像这个所谓的政府犯罪 你看一部连结车 然后在后面就把别人的车子就往后面就撞了 我罪大 就是说 追撞别人 争夺别人的权利 那有法律有规矩 有所谓的法治 他完全不理睬 另外他还给绕过来另外一边逆向行使 对人民呢 把他迎头就给他撞上去 其实这里头 我们在探讨政治犯罪跟政府犯罪 其实非常严重 就是我们能不能守住我们的权力分离 民主法治人前 那这个问题 其实有连结车 而且在喘祸 不制裁 这个就严重 那现在问题 香港的问题 还有北京的介入 还有很多独裁的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 今年其实是一个民主法治年 都要好好讨论 所以这部分其实很重要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接连的上一次 那我们讲个例子 那我们讲个例子像这个六四的血印的轰重德 轰重德是美国国籍 然后他到香港 其实送中的法律还没通过 明天才要嘛 还没通过 我竟然就把他严机请回日本 本来还把他带到北京去 不是他有叙述他要通关的时候 在排队的时候对方主动指认他把他带到黄建温 对 那为什么呢 他都还没有通关就被指认 是不是他们有能面辨识系统 还是他的美国护照 已经被中方国安部已经骇客 这一定有原因 这很奇怪 还是能面辨识系统 但是你必须要有法律 对不对 如果是香港还是坚持一国两制 那香港要独立的审查钱 独立的司法钱 而且不应该六四是在北京 那香港是香港 那起码是一国两制的前提存在 那另外一个问题点就是说 他是美国籍 美国人进入香港其实是不被审查 所以现在造成很多的问题 免签证 对 那现在造成很多问题 就是他不能入境 变成黑名单 不能够入境 这个蛮严重的 那现在问题我们来讲 我们就回到 整个东西其实要有法律制度 才是我们要的 不然天子换法 都可以为非作歹 政要成死 成不敢不死 我今天要你死你就要死 那我们要法治干嘛 所以台湾的司法为什么变成重要 那台湾为什么我们讨厌司法帮 为什么要真正公开公平的一个司法人 那我们知道政府犯罪还有一个问题 刚刚的政府犯罪就是暴力屠杀型的 另外一个政府犯罪形态就是假案欺骗型的 那这个问题呢 比如后台者呢 用黑心 黑计划 黑名单 那黑心呢 他就是 其实他整数别人 像很多案子都是这样 像1979年 美丽岛事件 其实也是这样子 还有1989年也是这样子的 天安门事件也是这样 还有我们1949到1987年 这个所谓白孔都是这个案子 都是黑心 另外他有一个黑计划 黑计划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你黑我 现在我们讲所谓的焉假错 其实还有黑暗 黑才是恐怖啊 就是你明明是白的 你把黑的 黑计划就是1996年的宗教某黑计划 你看就是暗枕啊 甲尾啊构陷的黑计划 然后计划呢 按照黑名单的主义来追讨 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公式 所以这个刚刚讲是暴力型的 另外一个讲叫欺骗刑 欺骗刑你看他常以前都用警总 那警总没有的话就开始用检察官啊 还有刑听法官 那或者是用税务人员 所以原本根本法案 法律案 刑法案跟税务案都不是 然后就可以抹黑抹黑 那1996年呢 是一个抹黑问道 那现在回到香港的送中条款 其实也是一个抹黑 很多人如果觉得他有政治立场不一样 他就会把他抹黑 你做法律学者 我要问为什么香港人害怕 昨天一百零三万人 明天要罢市罢工总罢工 这不得了的事 害怕了什么 他们说免于恐惧自由 有那么严重吗 你做法律学者 这个法律问题严重性在哪里 他严重性是在哪里 任何争议点 对不对 其实都要经过全力分立 要经过司法审查 或者是至少还要有国会的傲言 就是司法立法 我们前提分立是这样讲 立法行政司法 结果他现在不是 在香港的问题 这个送中条款 他直接让特首来决定了 那这个问题等于没有保障 那像台湾 但今天特首讲话了 他说他没有受到中央政府的指使 他自己提出来 你相信吗 他自己讲的 这个他自己讲 所以我问你 你问底下这两个工具 他没有受到背后的引导指使 特首的前线来自于后面的人 那台湾也一样 很多在底下的工具 对不对 他来自后面的受捷 所以这是一个间接震犯的模型 他讲话 我们可以相信 谁会相信 我相信林郑月儿是在说服自己 不是说服别人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他是让不知道的人会信任他 让知道的人也讲说服自己 所以这个东西就真的法治文 你不是你讲算 你应该让别人来监督 监督制衡 而你自己没有讲 你如果走大路 你就这样讲 你这样讲回到这个图 如果我横冲直撞 我都不换法 那我会遵守规矩 因为你不遵照我 你比较小我比较大 所以你不让我当然壮明 所以这问题 我们提到一九九六 其实他像这个黑名单 铲除对象 陈里安卸长林里安港 所以这案子回到其他案子 也都是这个模式 所以整数案件 其实大家不要看 很多案子 像香港送中条款 他其实表面上是一个引渡等等 那是维护一个整个 但是其实问题点不在这里 我们第二段再讲来论述 香港有三个 至少港英政府时代最伟大资产 一 rule of law 司法独立 二 fair play 公平的游戏规则 第三 clean 年龄政治 这三点香港都逐渐的流失中 而且还有一个华力 送中华力 把这个决定权 其实他的基本法 二十三条所决定的框架 不是由香港的终审法院 是由位在北京的全国人大 来决定 请问全国人大 他算立法系统可以捞过界 来管这个司法吗 解释司法吗 这真奇怪 这就是完全违反三权分立精神 来我今天收到一本书 我特别向大家介绍 虽然这本书唯一本 纳坦雅胡 以色列总理的传记 但是呢 有人会怀疑 以色列的司法独立吗 好 今天每日一书 我是要介绍日本讲坛社的 世界史系列 刚出版的 意大利海洋城市的精神 就讲威尼斯了 威尼斯能够留 他这个城邦国家 总共生命有八百年 他不是靠武力 也不是靠经贸 就靠我刚刚说的 司法独立 公平游戏规则 以及年龄政治 不然他怎么成八百年呢 刘简座 你这不断进行 这是一线治国天赋人权 你这是我先介绍一下六月二十一号礼拜五 在立法院 立法院下午一点半到五点 所举止台北市文明人权服务协会所办的 有公听会 为什么你不断的 用这种基层草根的方式 来推动法治教育 为什么 你看我们这次谈了三个话题 第一个就是法税必须改革 你不改革就是国家霸凌小孩 这点小孩就是你心中变成冤狱的冤 就是一条白兔子被你关起来 然后把它保成黑的 玉是两只狗在讲话 意思就是你心中 这些人都是畜生 你心中没有人 那我们要让他知道 你也是人他也是人 人权跟国权平等 这个是最重要的天赋人权的一个依靠 那权力分立制度 从大法官会议解释 五八五号解释理由书以来 也说一件事 这是全世界最高的宪法原则 普世价值 没有人可以抵触这个价值 一旦抵触这个价值 就不是和平理性对抗了 因为你迫害宪政基础 这时候我就会支持蔡厄 就把那个红线原联给干掉 所以不要去迫害宪政的基础 这时候必要的时候 人民的不服从权跟抵抗权 可以升高了 所以要一点点去看那件事 如果国家最后还违反了四九九号大法官解释说的 公开透明回避 如果你没有回避 你的公务不可以有任何报酬 你拿的报酬又拿权势 你在开玩笑 像这种理性对话 你都完全不做 为什么要定一个送中条款 真的把人给送中了 开玩笑 刘警官问个问题 叫做送中 对了 我要请教 就直接问你 你是有保障的台湾的检察官 你敢或是你的指令 敢到香港澳门去吗 目前我都叫他们不要去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你有国家保护你 他们的条文过度模糊 詐欺犯 刑事犯 甚至政治犯 都可以遣返 那我叫刘 算什么犯 我叫刘淳武 对不对 我住经常在骂中共 所以是思想犯政治犯 是的 政治犯的一犯 所以他的国度条文 這個陳志荣叫做维权律师 维权律师要送到新疆 維吾尔管理营 我们我们一直骂你的制度 骂你这个一档 专政是错误的 所以你做检察官 你也会担心 我也担心 为什么 因为你的条文 不像我们大法官有个七七七号解释 这三个七讲得真好 他說什么 你的条文有一个造势而逃逸 那造势两个字 大家都想我没有过失 我就走了 你把没有过失的人也处罚违宪 所以即日起无效 所以最高法院的判例跟判决无效 所以你没有具体明确 人民没有办法预测 你这个规范的目的范围要件行为效果程序 五个都不明确 我当然害怕 为什么三千个律师穿着黑衣上街香港 为什么 其目的就是告诉全世界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可以擅自扩大到全世界都可能被抓 看起来就像你啊 看起来就是你啊 所以这个要件行为规范的不明确 目的的不明确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为什么你用这个国家安全 或者是用一个台湾 一个逐围的捷运站 发现了香港女士 你以这个当借口 甚至就开始扩权 而且这个扩权违反了权力分立的宪法 最高原则 你完全违宪嘛 就只因为你是个权势者 就只因为你主观的感觉 你就认为该做 那好 最近我们看到他们在猜佛像 最好笑的猜佛像因为佛告诉我们 有下辈子的因果 如果一样有下辈子的因果 你就会变得比较不现实 共产党人是最现实的 那你开始相信有因果的话 你就越来越不会赞美共产党 那你就开始赞美佛了 那这样也不行 那我各位也看到了 最近我们看到一个哇 更好笑 观音像 有没有 观世音本来有个世 就因为李世民把他的世给拿掉 那现在有个观音像 让他把竞平给倒了 习近平倒了 观音像给可以拆了 这熊熊维尼一样 无望之待 所以我看到了这事不可思议 就只因为一个领导人或一群人 自己的主观想法 完全没有实质正当的具体 明确的合乎比例原则 不可置意妄为的 这个宪法基础原则 你怎么可以就直接做了呢 完全违反宪法的第二个 更高的原则 叫做宪法的第八条实质正当 法律程序的实质正当性原则 你没有实质正当 就凭你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主观感觉 完全违反这个法理 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我怎么敢去这样的一个法制 我怎么敢去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一件事情 柯P在去年说了一句话 如果要把这一些违规停车 或者是交通违规的 只要到处都设 我们去掉那个带子 答案不可以 法院说违宪 因为你不可以用交通违规的 这么小的处罚就掉 你应该要现场开单 所以这个要行事责任 你才可以掉 要有法院的司法机关的绝对权力 才可以去进入人的隐私 你怎么可以行政权扩权 柯P学到教训了 OK 不可以凭自己的感觉 所以台湾做到了 那为什么你香港做不到 所以香港基本法完全被架空 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所以我们开始害怕一件事 所以逃犯一到中国去 就是送中了 完蛋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送中的 人无法善终 这就是国家的耻辱 国家要对人民无憾而善终 这是国家的义务 所以我们开始做建立一件事 台湾还欠缺两个法制 第一 对于禁选者 譬如当时公权力有说一句话 习近平你接手的时候也说 邓小平说五十年不变 你二十一年就变 你凭什么变 违反了公权力当时的承诺 是不是应该构成我们刑法 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背信罪 违背信义加损害于人民 我们是不是该定这个条 定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之一呢 公权力背信罪该定了吧 第二个你竞选的时候都讲 党场归零 结果好像四年都没做 有做了 应该公演的讲 有做但是送到法院 前任总统 被行政法院把他停止执行 蔡英文有做 但前面对啊 所以你可以调前任总统来看 有没有 当初他是怎么讲的 那这个是不是变成了 我告诉你 竞选承诺背信罪 台湾欠缺这两种罪 所以公权力没有节制 所以这时候人民没有办法监督 滥意 先骗到选票再说 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这样的人适合再去当领导者吗 适合掌握公权力吗 所以各位都可以看到 这就是台湾需要教育的两个 很重要的制度 这样的制度落实之后 我认为台湾就开始走向 英美德日法 比较公正客观 公开透明 不会自肥 或说话不算话 建立诚信 我觉得这都是台湾 还要建立的制度 一起加油 好 所以这时候人民没有办法监督 滥意 先骗到选票再说 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这样的人适合再去当领导者吗 适合掌握公权力吗 所以各位都可以看到 这就是台湾需要教育的两个 很重要的制度 这样的制度落实之后 我认为台湾就开始走向 英美德日法 比较公正客观 空开透明 不会自肥 或说话不算话 建立诚信 我觉得这都是台湾 还要建立的制度 一起加油 好 两个礼拜前 中国民运人士 风仲德先生上我节目 这个我们节目完以后 我们有参序 刘简当然是 利益回避原则 我们不会找你 他问我说 你这个节目 我全世界没看过 怎么会有检察官上节目 我说很简单 我主动邀请他来 进行公民法治交易 第二点 我要让个检察官监督 我这个节目 有没有按照程序走 他就蛮有道理 当风仲德先生 在香港被约谈 在一个密室房间以后 几小时大约 当天五点钟 他收个简讯给我 说 钟玉兄 我先发简讯给你 我现在正要被原机遣返 先告诉你 然后 我还没有告诉我太太 我赶快转给这个 陈志龙教授 谢谢风仲德先生 信任我们 我们那时开始焦虑说 你被失踪了怎么办 CNN 曾经一个报导 我看到傻眼 他说现在 华为或者是 中国国安部已经发展一种科技 你戴墨镜 戴口罩 戴着余服帽 走路 他看凭你的走路姿势 他马上几分钟内 辨识系统可以逮到你 风先生 你那天戴着墨镜 戴余服帽 戴口罩 一样把你辨识出来 不是美国护照问题 CNN还有一个报导 访问在深圳工作的 美国年轻人 美国年轻人说 他说他有一天 能行到创红灯过去 才走完红灯 他那个手机 应该是微信 逼一声 你刚刚创红灯 你已经被划人民币二十年了 他吓坏了 这CNN不会随便报导咯 换句话说 刘简 我是建议你港澳还是不要去 包括到曼谷新加坡 转机都不要经过港澳了 我看 大家小心一点 因为他们是属地主 很可怕 恭喜易仙小姐 我替他抛步也起不是那么好 他其实他已经快有下一代 为什么 香港昨天很多母亲说 我们今天上街头 不是为我 为我下一代 我想起法国人有句愿意说 拿破仑一生辛苦 不是为了自己 不是为了法国 而是为了未来 昨天103万香港人民 明天的总罢事 总罢工总罢课 是为香港的未来 易仁小姐 你做一个即将 快做母亲恭喜你 我这算爆料 恭喜你 你也要为人母 你可以体会说 如果台湾哪一天 我们要上街 反送中 那我还得了 对不对 你会担忧吗 那时候会 那时候你真的担忧了 其实老实说 我还没有想那么远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能不能自保 都是一个问题 我比较担心 就十年后二十年后 我到底会在哪里 说实在的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说今天香港 明天台湾是不是 我觉得不是今天香港 明天台湾 是今天香港 今天台湾 因为今天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 我们现在在台湾 我们一直想要去捍卫的 这个民主 民主跟自由 其实我觉得不是形式上 或政治上 这些民主跟自由 因为所谓的民主跟自由 我觉得其实就像 之前就是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觉得其实民主最主要 最重要的价值 不是在于那张选票 其实它是伴随着 监督的责任 就是说 今天人民 你选了这样子的人 或你选择这样子的体制 你有没有办法 同样的去透过 你自己的意见表达 然后去形成 对政府的一个监督 然后还有当然 就是法治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 要去support 跟保护民主 一个重要的机制 那今天 今天我们在看反送中 其实我觉得 它背后最大根源 就是香港 它其实不信任 中国的法治 可是我觉得在谈说 中国法治之前 我们要来问问 我们自己 台湾它算是一个 法治的国家吗 其实基本上 我自己是存疑的 那因为其实今天 基本上如果 这个政府 它可以透过 整肃的方式 用公权力的方式 去压迫人民 其实你就没有 所谓的自由 因为它永远都可以 用公权力去让你 屈服在 它想要的 那样子的意识形态 或是那样子的方向下面 那刚在讲 就是说 台湾有没有法治 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可以从立法 跟司法角度来去看 这件事情 那从立法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今天香港人 我觉得一百多万人 站出来 我觉得其实我蛮佩服香港民众 他们的觉醒 老实说香港 回归 回归中国 其实历经了 二十二年的时间 香港不是一天就变成 我们现在看成的 看到的样子 它是经历了二十二年 前移默化 可是台湾我们自己 其实很多在一些 法律上或是税务上的制度 我们也在慢慢的前移默化 其实很多时候 我觉得不需要等到一国两制 我们自己是不是就已经在 朝向那样子的趋势前进 所以我觉得这反而是 我们自己要去比较 去省思的 那刚刚讲到 就是从立法的角度 其实我记得在1990年的时候 那时候 野百合学运 野百合那个时候当初是说 因为国大代表 他们想要就是 把那个出席费 从五万两千块 调高成二十二万 然后以及延长他的任期制 那其实我看到的时候 有很好奇 当时候的国大 大概有七百多位 那你说如果一个人二十二万 刚刚我问过老师 以前他们开会是 频率大概是几年一次 三年一次六年一次 好你就算用每个月出席 这个频率去算好了 七百个人乘一个人二十二万 然后再去乘以十二 这个总金额加起来 总预算大概是 一千八百多万 那我又好奇 想说那二十年前 一千八百多万 跟大概是约当于现金 现在的多少钱 其实如果你参考物价指数等等 那些考量进去算起来 大概就三千万上下 你看二十年前的人为了三千万 他们可以搞出一个学运 可是我们现在我们立法还在包庇 让税务奖金 这个一亿一亿多 几千万跟一亿多 一亿多我们竟然就还让这样子的税务奖金 请问这件事 那个奖金还在吗 当然还在 一点三亿 一点三亿 然后那位社会代表说大不了盖国旗 他怎么样 他怎么处理 还是继续辩护是不是 就是继续这样 但是那位说我大不了盖国旗 立法委员怠惰 而且包庇 是 立法委员为什么被人为事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台湾 我们虽然说有立法权跟司法权 可是很多时候 立法他其实并没有做到制衡的效果 但是最可悲的是 我们人民竟然对这件事情 相对来说比较没有感觉 过去二十年前的人 可以为了几千万站出来 他们觉得不合理站出来 但是现在我们一亿多 我们还是觉得 好像就有点置身事外 我觉得这是跟香港 这是反送中一个非常大的对照 那当然我也不希望就是说 台湾人民我们要走到那一天 我们需要走到像香港的这一天 那再来就是在讲司法的部分 司法的部分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在现在这个年代 好像是没有办法的人 才会去做所谓的守法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带头不守法 其实都是政府机关 那我就曾经听过一句话 就是说当然就是守法最基本 就是法院所 就是法律条文规定 你要去遵守 然后还有法院的判决 你要去遵守 但我就曾经听说 听过国税局的人员 就直接跟你讲说 法院说的不算 其实刚刚我们在讲整肃的时候 政府最常用来整肃人民的工具 其实就两个 一个就是法 一个就是税 那为什么会说 台湾人民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我们现在虽然就是 我们不是一国两制 可是其实我们的法 跟我们的税 其实都暗藏着这一些 去整人民的工具 我比如说像讲一个好了 很多会计师 其实不敢站出来 不敢 也不想要去跟国税局 站在一个对立的 一个立场 是因为 其实你只要一个案件 就跟他对立 你就很怕你其他的案件 他只要跟你讲说 我要去查你 其实你就搞得天翻地覆 这就一个为什么凭什么国税局的人 他可以用他的公权力跟你讲说 我要去查你其他的案件 所以报税季 当然就是五月才刚过 我们 其实你想起来 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是去主动申报 你其他 一年当中 你其他十一个月 你都是暴露在 被国税局人员 去这些恶意查税的风险之下 那虽然法律上有规定 就是说你要开税单之前 你必须要删进你的职权调查 但是常常我们看到 就是没有嘛 一张税单就框下来 就可以弄得你家破人亡 其实这些东西 当今天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 还在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不可以讲说 我们是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 因为你随时都很有可能 被这些手段去整肃你 免于恐惧自由 普世皆然 免于溃乏自由 这是我们一群志工继续推动 法税造妖境 也就是虽然报税刚完 但是 这就是一个制度性暴力问题 就是一辅无厌 无力出措 税不正义 动摇国本 全民觉醒 拒绝税包力 就是我们竟然还有 查税奖金 一亿多 然后我们操政六亿 六百 六千一百零一亿 你看我都忘掉 六千六百多亿 六千六百 六千一百零一亿 请问蔡总统 怎么处理这操政的六千多亿呢 就要还财移民 对不对 而不是作为查税奖金 那等于是跟 跟座庄抽头什么不同呢 对不对 来 我跟各位报告 你们谈政治 我谈原则 每周二一定谈司法金融税制 绝对这一段铁板一块 绝对不会动摇 我用绝对的意志贯彻 周三 党场归零 明天我要谈党场归零 我一定做到铁板一块 各位可以检查我的意志 每周二每周一定谈 为什么 这就是国本 一个国家的根基 汤姆斯 潘恩 Thomas Penn 他在美国革命期间 写一本 勃勃的 一本小说 Communset常识 他讲一句话而已 自由的代价是保持恒常的警醒 我们对司法金融 税制 党产跟转移生意 我们睡着了 还是打瞌睡呢 渡估呢 然后让国家暴力进入呢 我们对司法的不信任 高达八成呢 不信任呢 那税制改革呢 国税局可以凌驾五月呢 党产归零呢 其实我要替林峰镇主委说话 有做事 问题是到了行政法院以后 不是停止执行 就丢给大法官示线 大法官好像 最近才又提名四个 无从知道结果 那转移正义呢 他们有做啊 问题是 整个社会知道吗 回到教授 因为上次透过 陈志荣教授介绍 我才邀请到 风从德先生 他那一次 在两个礼拜前的论述 我非常配合说 他来台湾 九年没有来了 他感觉台湾很像 他第二故乡 但是他 台湾跟九年前不一样 台湾出现三种暴力 第一种是台湾没有 就是六四天安门的 武装暴力 坦克车 赤刀 但台湾能哪有制度性暴力吗 第二个暴力 是不是司法金融 税制党产归零 是不是制度性暴力 第三 风从德先生 站在一个中国民运者 这样说 台湾已经出现文化暴力 红色渗透 无声入侵 多少 中央电视台 多少 新华社 多少环球时报的分支机构 洗脑 他们邀请多少 农会总干事 多少林里长到中国去 这无声的渗透 这文化暴力才是 贞结之所在 自动教授 请你回应 其实 其实人民要充分的认知 自由民主化 这是他自己本身的事情 所以本体论非常重要 所以外面的不讲本体论 就讲国家要强大等等 那个都是假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不要被政府欺骗 其实真正 强害人前的是政府 那我们知道 政府犯罪的潜力滥用 非常严重 他就是要贪 霸凌 然后吞死民主的果实 所以他是贪乱 贪毒 贪末 所以自由民主人前 整个都被他吃光了 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要研究 是政府的犯罪 只要研究 一般老百姓的犯罪 我们司法都可以解决 但政府犯罪 必须要人民起来 那我们知道 主客观一致性的恶魔 这才是天下最严重的 他们怎样 黑心 黑计划 意图的犯罪的黑名单 这个主观都是要害人的 客观是用假政计 假事实 抹黑 大抹黑 然后按黑名单来陷害 其实这个都是 我们如果能够把这问题解决 你才获得自由民主化制 这很重要 那最主要问题 屠杀 黑暗整树 然后政府犯罪的制恶罪 其实刚刚在讲 我们都是在讲研究 那个叫教科书形态的小罪 真的大犯罪 你看香港就面临这个问题 北京也是面临这个问题 台湾现在也是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你真相 都整树一几 然后表面上还是整树一几 假相就是会用刑案 税案 整树案 然后镇压 扫黑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在骗人的 所以这个图 大家好好看 真的可以破解很多问题 然后我们知道 整个问题呢 只有主观 才能够看到真相 主观都是灭门 抹黑 斗争 灭门 抹黑 斗争 你看看所有的政治案件 政治整数 政治屠杀 政治镇压 还有送中条款 这个主观都一样 只有客观显示不一样 所以客观呢 是假的 表面上是假的 所以主观才是重要 所以任何问题 我们只要看你的主观 读你的主观的想法 最后一点 我们要知道 政府犯罪呢 是最遏制的谋害罪 我们知道假案 最有一个叫做黑心 黑行为 最黑的 这个就是政府犯罪 屠杀 宰人家 然后另外一个是灰暗的 这个才是比较一般的 然后如果我们能够平缓 这个就是叫 政府犯罪未遂 如果没有平缓 然后继续在干 这个就是我们过失 没有做到 老百姓每个人都有责任 所以最后一点 其实我们可以 正应对政府犯罪可以做 因为政府犯就像毒蛇一样 它咬人 然后侵蚀你 但是有一种动物 可以治理毒蛇 叫唐囊 唐囊的爪子很利 刺穿毒蛇 然后把毒蛇掰住 毒蛇都不能动 所以我们现在 人民就要像唐囊一样 起来 起来跟毒蛇对抗 所以最后一个点 我们要知道 整个来讲 真的 我们如果能够解读 黑暗 枕树 不要被人家抹黑 就要平缓 然后对于平缓的人 我们当众就打他下去 所以我们知道 假案要不要平缓 是考验台湾是不是民主 法治国家 是本体论的国家 还是辩论论的在里头 呼嚨的国家 所以假案平缓是列为 司法改革的重点 还有你那个党案 党场规定的重点 金融改革的重点 税改的重点 转型正义的重点 完全一定要弃假求真 好 我这个节目绝对坚持 因为无从知道 礼拜四民进党 哪一位会出现 我也没有任何答案 我也不想谈这个问题 但是礼拜四 未来 我等一下会坚持谈这个问题 其实国民党都不愿意面对 这个党产归零 转型正义 我必须坦白讲 但是我们只有严格督促 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务必做到这四点 但是怀疑我要这样讲 欢迎是国民党开的 民进党要乖开 这是我自身体验 所以我应该是 80%不相信司法那一群人 刘简 长期做个检察官 你连到香港都不敢去了 你应该也感受到 送中条例的一个 严峻性 但对台湾的法律 你也必须很耿介来 指出问题在哪里去 对 简单的说 越没自信的公权力 像中共越恐惧 他就越想管控 越管控就细腻度又越高 当然他忘了一件事了 秦始皇很努力的做一件事 把所有的兵器都拿到显阳来了 做成了铜像 那有什么用 亡国必处 像雨的兵器哪里来的 大家都藏好在那里等 还不是革命成功 所以要知道 这就是恐惧 所以我们看到了 共产党的那个恐惧心理 以前用的是 习近平还没有通过那个宪法 无任其限制的史前 你看他说的什么 恢复复兴中华文化 是道如法 哪一个不是 中华文化 所以除了有佛经之外 还有一个六祖坛经 那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他讲的比佛经还好 人文感化就叫文化 这就是台湾跟中共 跟中国海人连结的这一方 你为什么把它拆掉 那你现在把这一些信仰的思想自由 以及言论自由把它放掉 把它这个毁掉 谁还相信你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成功有三个 第一个阶段叫做野百合活动 七百个国民大会的代表 那一些老人要做一辈子皇帝 各位都知道 为什么不可以有皇帝制度 你看戏奉 因为是我跟你演戏 对不对 心诸名得争 家诸悲情成 二十岁还没有定过一千骗鬼 什么叫戏 假的 我只要玩过你就好 所以是暂时的爱 不是真爱 不是永久的爱 就这么一句话 你就知道假的 所以这种皇帝思想可恶 那这种可恶要怎么办 要把他毁掉 毁掉了 所以好 野百合总算废掉了 这种终身形的国民大会 有任其制 习近平没有任其制 糟糕了 所以任其制变成了四九九号大法官会解释 说的你违反任其就是违宪 所以这就是跟人民之间的承诺 诚实信用 你看 所以我们大法官一直在建立 无形的宪法基本最高原则 跟普世价值的文明标准推 所以我们看到了 我们第二个部分更难了 我们看到最困难的叫什么 你在毁掉了人文思想下 有一个东西就是表示你的国力 以前是遥遥领先 所以美国不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他的国力开始往下掉 他只有三样东西是世界第一 第一 国防预算世界第一 第二 监狱的管理人的预算世界第一 第三个是 哇 人民本身信教的比例越来世界第一 所以人民信教的比例越高 其实你要注意一件事 内心是空虚 对不对 所以你要开始建立更好的人文制度 那中共为什么要毁掉这些宗教 不管你是哪个教 基督教 天主教 理由就是因为信教的时候 人会聚集 就怕你聚集了 所以很奇怪 你怕人民聚集 人民有谈心的机会 所以像这一些的自由 全部被拔掉 这样的国度怎么敢去 所以我们还是要说的 我们的具体明确性原则 实质正当性原则 论其治原则 公开透明原则 还有权力分立原则 最后回避原则 不能自肥原则 这六个原则是宪法的最高原则 一起努力 我最近看了两个电视的 一是公事 所做他的翻译 这个华国人所做的天安门事件三周年 将近一个礼拜 我也看华事做的天安门事件三周年 我公开说 公事跟华事 不管是翻译的 做的都第一流的 尤其是华事 我们要不另一 肯定有才做的 他们所做的天安门事件三周年 把它延伸到1990年的野百合运动 延伸到2014年的太阳花 然后再来就是雨伞 我相信今天 明天所发生的 反送中 都可以从30年前 甚至你可以说100年前的 威尔逊总统民族自觉 五四运动开始 脉络百年 这样一直来的 这一点有些电视台做 我们不另一肯定别人 但是我们也坚持 坚持原则下去 所以请我们下一代 新生代 易轩小姐做结论 我觉得既然我们选择民主制度 那我们就不可以懒惰 懒惰做什么 第一个懒惰去监督 然后第二个就是懒惰 去对抗不公不义的制度 那我其实前两个礼拜 才刚从澳洲回来 我去参加一个纳税人的 副税人权的会议 那其实在会议当中 我们就在讨论 我们就提到说 台湾的就是这个税务案件的胜诉率 只有百分之六而已 然后结果当场就被这个澳洲纳税人组织的那个Vice President 他就举手说 是不是你们台湾律师太弱了 太逊了 结果这个时候 我就说不是 其实我们台湾有个特有的东西 叫做万年税单 然后还跟他解释说 我们的税务法官怎么来的 哇塞 他们真是惊为天人 我不知道这样这个成语这样用 对不对 他就说 哇我们澳洲的仲裁法庭 就是那一些仲裁的法官 还有这些人员 他一定是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这不打紧 后来还有一个印度的会计师跑来跟我说 我觉得你们台湾应该学一下 我们印度的仲裁法庭 还要纳入就是产业界 还有就是税务界的这些专业人员 然后来在这个仲裁法庭里面 你才有办法做到公正吗 其实我那时候当然一方面感谢 就他们提出这样子的建议 一方面我也觉得说 我们台湾不是自诩 就是人权保障度还蛮高的吗 结果被一个印度的这样子建议 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我想引用法国作家卡密 他说的 就说转身反抗不公不义 你才由努力变成自己 所以当今天行政机关司法机关 没有办法真的去保障人民的时候 人民只有站起来保护自己 好 听到没有 国税局官员 既然人家外籍人士说 惊为天人请你把口罩拿下来 你插腰 那个照相那个把口罩拿下来 让我们惊人天 惊为天人一下 所罗门王 犹太历史上最有大君王说 公义使班国高举 罪恶式人民羞耻 我们就做一个小总结 有一本书 日本讲坛社做的 意大利海洋城市 这个国家 城邦国家跟台湾 台湾一样 为什么能延续800年 就是司法独立公平游戏规则 年人正式 我把这本书 作为台湾的延伸阅读参考 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 地理位置正好位在 东海上的十字路口 是相当重要的海洋交通枢纽 台湾的海洋性与开放性 一点也不比中世纪时期的 威尼斯巡舍 也同样成为 多元文化的汇翠之地 台湾应该像 意大利的海洋城邦一样 充分利用自身的先天优势 才能在周边各大国之间 获得主意 自保甚至向外发展的实力 法律组织 司法独立 公平游戏规则 尊重人权 这就是威尼斯 这些海洋国家 海洋什么 能够延续将近千年的原因 谢谢三位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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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